老大 这大半夜的这是啥事啊 你说啊 高桥队长接到举报 说呀 说你这旅馆里边 窝藏着黄军要找的要饭蓝天 什么 所以呢 要搜查你的旅馆 明白了吧 这是哪个王八蛋诬陷我啊 怎么可能 我这怎么可能窝藏要饭呢 高桥队长 别让让啊 我们接到举报就得查 这没办法 例行公事 别慌别慌 可你们不是刚来查过吗 快点快点 快点快点快 快点 快点 队长哥家 啊 要不咱直接后院吧 后院要搜 前院也要搜 啊 黑棟 把所有的房客都请到后院来 啊 仔细搜查 所有的房间 是 一三队 尹队长 哎 我们到后院去看看吧 啊 那好 停 停 啊 没事 没事 啊 那个高队长来看看大家 好 停 哦 做什么呀你 走 做什么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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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干吗呀 走 走 快点 快点快点快点 分下来快点 下来 快点快点 快点快点快点 站好站好都站好 好 站好站好都站好 时间已经很晚了 那你在这里干什么 您是高桥先生吗 你是什么人 我叫杨菊芳 杨菊芳 杨老板 他 他是京剧的杨老板 对对对 唱京剧的 是是是 杨老板 我在上海看过你的戏 你是中国戏剧界的角儿 孝先生太爱了 你还没有回答我的问题 是这样 今天啊 天热 我们几个呢 又说了会儿戏 毕兴奋 睡不着了 所以啊 到后院篮子里来坐一会儿 正好啊 我给您介绍一下 这位叫马胜龙 唱花脸的 高桥队长好 这位呢 叫叶小山 唱舞声的 高桥队长好 好 好 你是什么人 高桥队长 他是我侄子 高桥队长 哑巴 小哑巴 对对对 那个 跟高桥队长 问个好 告诉我 前面所有房间都搜查过了 没有发现问题 高队长 前一桌搜查过了 这后一搜不搜啊 当然要搜 行 跟我来 跟我来 哥哥 哥 你跟高队长呢 就在这儿休息着 这活儿我去干 就在 老五 那辛苦了 走 跟我走 那辛苦了啊 辛苦 跟上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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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快点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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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站好 站好 仔细搜啊 来 高桥队长 高桥队长 这个 这老五啊 他忙活着呢 我这脑子 你上官上官 快过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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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我给您介绍一下啊 这个呀是我想好的 也是这个旅店的呀 这个老马 既然到家了 这个要不上他那屋 咱们坐会儿 对呀 高桥队长 去我那屋 骑壺好茶 大家坐会儿吧 麻烦了 麻烦 请 赵总员 快 高队长 走 来 来 走 茅队长 来 来 来 快快快快快 就给他剧了吧 这放得了 这多黑啊 额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队长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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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看 雪纱布 在那屋发现了一块雪纱布 队长 队长 全部搜查过了 没有发现 这个是什么 不好意思 我还真不是很清楚 这 老王 哪屋找的 哪儿 那边那屋 上楼梯第二届 那屋找的 不是 这哪儿来的呢 这是雪纱布啊这个 我也不知道啊 大坏 是不是你的呀 是不是你那雪纱布 你手不是破了吗 是不是你的呀 你怎么啦 怎么啦 说怎么回事 那个 让 让他给给剁了 高队长 是这样 他呀 是个人贩子 来咱们江城呢 这个做 做买卖 属于不想规矩 没跟我说 我为了证一下这个江湖规矩 所以呢 就把那手指头给做 这事老五知道 老我 是不是 对 这事我知道 我估计这雪纱布啊 就是他的 这个纱布是你的吧 好 问你呢 是 是 把他打开看看 把他打开看看 的确是旧伤 对对对 把他带走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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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到医院检查一下 验血 看他的血 是不是跟纱布上的血 是医治的 带走 高队 高队 带走 带走 他还跟着搞个事啊 这是 快 快 给你们送哪个电话 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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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